老货哥来了 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 这几个特性都具备了 老货哥就会给人家逃回来 所以说老货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美 那么咱们就一一来看 那么咱们首先看粉彩的蒜头瓶 我们首先看到的外形 上面像一个蒜头一样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蒜头瓶 然后它使用的材料是粉彩的特征 粉彩特征就是什么 就是先勾边 用黑彩先勾边 然后再去填彩 这个就是粉彩的非常典型的特征 我们首先看它的画片 画片的画的极其的细致 非常的精美 你大家仔细看下的填彩 给大家放大一下 它的填彩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是我们先用黑彩先描出边框来 然后我们再用去材料 去一点点的去运染 大家看了吗 非常非常的精细 就是一点也不出边框 还有我们这蒜头上的两只小鸟 也是画的非常的细致 这个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工非常的好 不惜工本 所以说这种东西 一定它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时代 我们看它的材料 材料上也会有隔离光 但是这种隔离光它比较薄一些 并没有那么厚重 然后我们看一下底款 底款写的是居人堂制 这个居人堂就了不定了 一般的打居人堂制款 一定是基本上都是袁世凯的官邀 但是也有后期的一些民国晚期 跟我们五六七的仿的居人堂官邀的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我们看了款式了 其实我们看一下胎底 胎底也是十分的干老了 但是它这种干老 就是跟我们五六七的干老是一样的 修胎也比较规整 也比较爽 爽利 然后我们看它的底胎 底胎虽然干 但是它不诺 出现不了这种诺 所以说我们这件器物 它的时代是五六七的 就是我们老厂词 五六七那个时期 也是进攻细弱 防我们袁世凯的官邀 军人堂制 这个款大家看到吗 非常非常的正 写的非常的正 然后也是正对我们画片的 好多的卖家会把这种东西 当做袁世凯的官邀 当做民国的去卖 去出售 但是老霍哥跟大家有一说一 东西你可以随便找一间店 随便去看 东西是非常开门的 这个五六七的 我们看这个胎 非常非常的干 而包括修胎修武的方式 包括足强这种方式 都是五六七的 精工细作的产品 而且画的非常细致 后面还带一首诗句 这首诗句写的是 枝头什么荡然 这个枝头什么荡然 就是所说的 我们这两只小鸟 在枝头上 这属于枝头秋有的这一种 然后下面写的是生根花字香 生根花字香 是指说的是我们这个牡丹 这个牡丹非常的漂亮 画的 是非常的舒展 牡丹代表大富大贵 也代表王权 这首诗就是描写 我们前面的这些景物 这是两只小鸟 包括我们这个花卉 就是这种器物 它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就可以堪称的是 五六七里面的精品了 像这种东西 市场价格也不会很低 一般像我们这种 画的这么细致的 又有我们军堂制款的 这种东西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梁香的尺寸 尺寸是17级 像这种东西 一般就在景泽镇 炒作的非常的厉害 像这种东西 应该价值 应该就是大几千块钱 上万块钱都是它 尤其是这个款 非常非常的难得 但是老婆哥在这里 给大家一个超低的 一个实实在在的 入手价格 平行量非常的好 喜欢的话就1380块 这个价格就是淘来的比较低 然后会让给大家的价格 非常的低 右光非常的滋润了 东西是非常开门的 五六七的精品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 那么第二件 实在就略微早一些了 我们看它的造型 非常非常的优美 这种造型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我们真品所说的 曲线的非常的优美 就像一个 渡敦多姿的一个少女一样 拿的手里也是非常的舒适 让人看上去的赏心悦目 这个是什么时代的 一看这种甘之眉的题材 眉牌一定是我们民国时期的 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底 包括在修代修足方式 像这种修代修足方式 这种漏胎的方式 这个就是在边上漏一点点胎的 这种方式 它就是民国时期的 写的那是江西红星出品 一看这种款式 它也是民国时期的 眉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右光 给大家进气率放大一下 在我们灯光下 我们进去里看了右光非常的滋润 这也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民国时期的这种右光 一看这东西就没跑开门大佬 没有任何的争议 老贺哥给大家会上的东西 都是没有争议的 开门大佬 然后我们再看到画片 画片主要的话 就是甘之眉的题材 这个甘之眉画 看了非常舒展 非常快速 可见我们工人的 匠人的功底是非常深厚的 就刷刷几笔 我们这一个甘之眉题材的小壶 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然后带有 难能可贵带有一个圆皮盖 圆佩戈写的是八大山人 大家都知道 好多器物上的会写 八大山人猿人之法 这都是我们古人访古的 这么一个方式 八大山人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书法家 所以说我们好多人 去访八大山人的知识 那么我们这个器物 它是一个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 充现非瓶小壶 任何的问题没有 只有我们摇带的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小泛黄 但是基本上不明显 东西是非常美的 这么一件器物 难得圆佩戈属于全美品 三头之内的 没有后天形成的任何的毛病 尤其是它的个体 正好是一把钻 就钻到手里非常舒服 我们就直接就是漆茶 拿它直接漆茶 直接不用倒杯子里 既然倒杯子里 倒杯子里 不愿意倒杯子里 直接喝就行了 个体并不是很大 给大家量一下尺寸 我们看一下 它的长度是15 就是从嘴到霸 是15厘米 高度是9.5厘米 个体就是非常的美 非常秀珍的这么一个 一把小骨 难得全美品 我们最难保存的嘴 跟盖子都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任何的小医友 小科朋友 那么喜欢的话 就也是给大家一个超低的 一个救援价格 喜欢的话 就是2080块 像这种东西 这么美 这么优美的小骨 你很难再见到第二把了 确实是非常值得 我们收藏的一把好东西 那么咱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 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这个字又是咱们所说的 一个传统画片 一个传统的 一个传带的这么一个瓷器 那么好多朋友 喜欢这种传统词 传带的 那么我们这一件 就是非常开门的 而且它画工非常细致 层层叠叠 画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管这种 可以叫做狮头牡丹 就像一个狮子头一样 画的非常舒展 非常的漂亮 一般像这种画法 基本上它都会出现在 我们乾隆的晚期 乾隆末期 那么我们这个小罐子 它的时代上限 就是乾隆晚期 下限就是我们嘉庆时期的 最晚是到嘉庆 没跑 好多卖家直接就标乾隆 像这种东西 要直接标乾隆 会有一点点小争议 为了没有争议 那么我们上限是乾隆 下限是嘉庆 而且我们这个青花 发色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漂亮 就是非常深沉 所谓的这种深沉 有层次感 就是它映入眼帘了以后 让我们看着非常的舒服 这个就是真皮青花 发色给我们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胎底 我们看这种胎 是不是清早期的这种胎 一看就是我们非常典型 乾隆时期的这种胎质 诺诺的黄王 包括这种胸胎修复方式 而且我们的底下 这种曼陀宫形成的 这种拉披痕迹 也是非常的明显 东西是一眼开门老 别的不用地儿一看 只要一看我们沙口所形成的这种火石红 包括我们口部胎质 给大家放大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真品的这种胎质 咱们所说的干老 这个就是非常干老这种胎 包括底胎 这个就叫开门大老 干老 然后在诺诺的黄黄的 右面形成这种老化的痕迹 包姜非常的厚重 这种就是非常开门的一件老气 然后咱们接着看画片 主题就叫牡丹罐 这种题材就叫牡丹罐 这个牡丹罐 主要就是从我们乾隆时期 非常的流行 然后一直到家道 都会有牡丹罐 到了道光时期就比较少 这个牡丹罐 无论是从它的化工发色造型 都非常的优美 可以堪称是我们牡丹罐里面的极品 那么我们量一下它的尺寸 说一下品相 高度是16.5厘米 镀径给大家量一下 镀径是16.8厘米 所以说我们这个气候 它的镀径比我们的高度要高 看上去回圆回圆的 非常的优美 像这种东西 房家里一摆就是非常开门大了 非常漂亮的 像这种东西 配一个底座 然后一摆在家里 一看就是非常赏心悦目 玉翼又好 大富大贵 国色天香 一品牡丹 都是它 玉翼非常的好 那么品相 基本上就是属于全美品范畴之内的 它没有后天形成的磕磕充线 小肥皮小翼咬过过口部 我都让它非常完好 只有我们摇里带的 看了吗 这摇里带的 一个小黑点 摇里带的 这个是咱们所说的小摇巴 基本上在我们画片的这种 比较深的颜色 基本上看不出来的 那么或多或少 对它的价值 会有这么一点点的 一丢丢影响 这也是一个小摇点 像这种东西 这种老的器物传统词 它都会有这种摇巴 黑点 所有 传统词没有办法 它并不像出口词 出口词就是十分的精细 精美 讨喜比较干净 那么我们这种传统词 有这么一丢丢的小问题 忽略不计 因为这是传统传世的 那么喜欢的话 就给大家一个超级的价格 决定让大家满意 像这么画的这么好的 这种器物 一般的现在市场价 三千五左右 三千到三千五 都是非常正常的 老霍哥会给大家 一个比较低的市场价格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霍哥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霍哥的视频 别忘了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霍哥长安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咱们去点一下关注 这样以后找老霍哥的视频好找 老霍哥的东西 都是非常开门大老东西 像这种东西 都是属于一眼后 没有任何争议的 那么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那么感谢大家 对老霍哥的支持 谢谢大家 好宝贝就找老霍哥 13931817666